1981年 刘德华刚刚出道 任达华拍第三部作品《现任时》 15岁的温碧霞哭着祈求母亲签下一份合约 母亲老泪纵横 迟迟不愿下笔 娱乐圈太复杂 温碧霞年龄又小 她把女儿学坏 其实母亲不知道的是 背着她们 温碧霞在外面闯荡的圈子 比娱乐圈复杂得多 少女时期的温碧霞非常叛逆 小小年纪就学会抽烟 喝酒 还时常打扮靓丽 和一群问题少年一起逛disco 那个时期 舞厅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少男少女们到了那里 除了喝酒 还常常被引诱做一些大胆的事 温碧霞年纪小 人长得又漂亮 因此常有人凑上来 不怀好意地给她塞药丸 有一次她和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去舞厅玩 有人递过来两粒药丸 朋友磕了 又喝了酒 转眼间就倒在地上浑身抽搐 温碧霞眼睁睁看着那个朋友口吐白沫 直至死去 从那以后她发誓 一辈子不碰这东西 但温碧霞从未将这些触目惊心的经历告诉过父母 因为父母对她异常严格 尤其是父亲 有一次她带一个男孩子到家里玩 结果被父亲满大街追着那个男孩子打 在挨了一巴掌后 温碧霞决然离家出走 到朋友家过夜 一住就是几个星期 那段时间 电影《亮妹仔》剧组成立 导演李大伟和编剧文俊 在街上物色演员 一眼看中了正和朋友逛街的温碧霞 事情后 温碧霞被录用 在片中扮演一个问题少女 温碧霞知道 这是一个逃离家庭 获得自由的绝佳机会 于是发生了开篇那一幕 她哭着求母亲签下这份合约 提早不如社会 因为本色出演 电影上映后 温碧霞喜获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那一年 温碧霞16岁 正式踏入演艺圈 不久后 她就接到新的电影 但这一次 终究因为少不惊事 温碧霞被导演狠狠算计了一把 1983年 获得老板麦当雄的青睐 17岁的温碧霞 被安排在电影《停不了的爱》中 和当红小生刘德华一起 扮演一对苦情恋人 那一年 刘德华22岁 刚刚因扮演杨过 成为万千少女心中的梦中情人 又在当年 被无线电视台追捧为 五虎将之一 风头正进 和刘德华一起拍戏 温碧霞当然求之不得 于是爽快答应 但拍摄前 导演找到温碧霞 并对他说 这部戏中 你会有吻戏和床戏 听到床戏 温碧霞连摇头表示抗拒 但导演接着说 是和刘德华一起 温碧霞又想了想 勉强答应下来 可拍摄时 温碧霞才发现 自己被骗了 吻戏部分还好 拍得还算愉快 虽然两个年轻人 都有点不好意思 甚至羞得脸红 反复笑场 但恩基十多次后 温碧霞还是成功献出 迎评初吻 可到了床戏部分 导演的骚操作 让温碧霞彻底懵了 刘德华 竟然换成了吴梦达 吴梦达那年三十岁 很年轻 可绝对算不上风流体挡 而温碧霞十七岁 还是磕好白菜 就这样被拱了 最让温碧霞受不了的 是那场戏拍得极尽猥锁 温碧霞含着眼泪才拍完 后来虽然这部片子大卖 让温碧霞在娱乐圈 崭露头角 但还是因为尺度太大 父母和温碧霞自己都不开心 于是在那部戏之后 他短暂推出影坛 回到学校读了三年书 1986年 二十岁的温碧霞已经复出 便幸运地搭上周润发和梁朝伟 拍摄了一部 由关锦鹏导演的电影《地下情》 这是一部爱情片 因为和两个大腕搭戏 加上关锦鹏导演的悉心指导 温碧霞在这部作品中 演技进步很大 那之后 温碧霞片约不断 几年间陆续拍摄了 《五虎将之绝裂》 《同根生》 《腌之扣》等作品 几乎每部作品中 都有大咖的身影 但就在这个时期 因为一股势力 进入香港演艺圈 温碧霞的事业轨迹 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 上世纪90年代初 黑社会染指香港演艺圈 当时圈中疯传 刘德华遭黑社会要挟 刘嘉玲遭黑社会绑架等事件 由于和刘德华 合作多部作品 温碧霞便向刘德华 求证此事 刘德华说 有人放枪到公司 要挟他拍戏 听了刘德华的经历 温碧霞有些害怕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温碧霞有一把工作重心 从电影转向电视剧 刚好1992年 香港无线电视台监制 曾丽珍 拿着一部火玫瑰剧本 找到温碧霞 后来火玫瑰上映 海潮景点的漏尖庄 大波浪的披肩卷发 特立独行的硬朗性格 透过迎评 征服了无数观众 甚至掀起一股海潮热 大红至两岸三地 自此 温碧霞不仅成为 让男粉丝血脉奔章的 性感女神 还成为备受女粉丝 追随的性格美女 当时 有很多影迷 见到温碧霞 都直接管他叫海潮 风光无限 但也因为这一角色 温碧霞多了一些恐怖的经历 有一次 忙完工作回家 温碧霞突然发现 有一个男人一直跟着他 温碧霞吓坏了 把油门踩到底 在路上狂飙 最后才知道 那个男人是火玫瑰的狂热粉丝 虽然历经波折 但无论如何也挡不住 25岁的温碧霞 在那一年红到发紫 成为无数影迷心中 最艳丽的火玫瑰 然而 虽同在香港演艺圈 那一年 37岁的人达华 却在黑道威胁下 一年拍了17部电影 其中步伐情色片 而接下来 任达华终于要和火玫瑰相遇 擦出一波激情的烟火 1995年 香港影业进入寒冬 大量从业人员纷纷转行时 由卡奥特片宗师之称的香港导演邱里涛 却找到温碧霞和任达华 准备另辟蹊径 拍摄一部惊悚悬疑片《惊变》 这本身是一个惊悚片无遗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 加上和温碧霞的频繁接触 导演越来越觉得 这个28岁的性感女孩 性格鬼魅 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导演考虑 可以加一些激情戏 让电影更好看 让温碧霞突破一下 导演很快和温碧霞沟通了这一想法 并让温碧霞自己做决定 原本导演并不抱太大希望 想着温碧霞肯定不答应 但是从小受西方影响比较多 看过很多西式片的温碧霞 却心动了 他倒是想 国外可以拍得那么放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 突破一下也无妨 就当为艺术牺牲了 于是 在这一大胆的想法之下 惊变中 多了一些任达华和温碧霞 轰轰烈烈 激情四射的经典镜头 那一段温碧霞春光尽泻 一览无余 影片终于满足了无数宅男 多年来对火玫瑰的意淫和想象 电影上映后 火爆一时 温碧霞本以为 他的牺牲会被观众看到 会被认可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 香港人外表open 但内心始终是保守的 大家甚至不顾剧情 不看演技 只死盯着那短短几分钟的镜头 议论纷纷 那段时间 全程热议温碧霞露点拍情色片 一夜之间 他成了大家口中的艳星 不到30岁的他 受不了以这样的方式 被人关注 去美国休息了一个多月 原本机身一线的温碧霞就这样 因这次突破 陷入事业低谷 压力下 他心灰意冷 再次萌生退役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边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 何祖光 这个身世不凡的男人 向一束强光 再次照亮了温碧霞黯淡的生活 何祖光如今已是温碧霞的丈夫 就在前几日 温碧霞还大秀恩爱 公开发布两人的出海预照 看着照片中的两人 网友惊呼 这个男人是谁 这难道是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吗 1997年一次聚会上 31岁的温碧霞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何祖光 当时何祖光正往返于香港大陆 做生意 意气奋发 而温碧霞正处在事业的谷底 柔柔弱弱 何祖光对温碧霞一见倾心 很快展开攻势 相处一段时间后 温碧霞觉得何祖光稳重体贴 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社场 但没想到的是 公开恋情之后 两人关系遭到何家一致反对 因为他们认为 娱乐圈太复杂 而且当时 温碧霞正处在流言蜚语的风口浪尖 他们担心自己的儿子会被欺骗 从小缺爱的温碧霞 本就不相信爱情会天长地久 现在还要承受这些压力 于是 在两人恋爱一年后 温碧霞主动向何祖光提出分手 可是分手那天 何祖光非常生气 一把拽过温碧霞对他说 无论任何人跟我讲关于你的闲言碎语 我都不介意 我眼中的温碧霞 就是我认识的你 听完何祖光的一席话 温碧霞泪如雨下 他缺失的安全感被极大的满足 于是再次投进了何祖光的怀抱 2000年 两人结婚 2010年 两人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取名何国伦 这些年 温碧霞还在不断接戏 何祖光也从不干涉 给了他很大的自由 如今 火玫瑰已经54岁 曾让无数人午夜梦回 充满幻想的身体 已逐渐苍老 但昔日的花容月貌 却依然让人久久不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